金太黎男助赫主演的25-21在日前迎来完结篇 充满青春遗憾的结尾 让海内外观众都是一片异男皮 就连主演金太黎都表示 这样的结局以观众视角来看实在是太虐心了 虽然大家都有初恋 但自己没有像这样美好的初恋 随意感觉就像幻想一样 也因此让结局看来更悲伤了 而提到和男助赫的合作 金太黎表示有传讯息给对方 看他说和你一起演戏的时候最开心 男人火花十足的化学反应也让网友们纷纷敲碗 希望能在happy ending的剧本中再合作一次 至于男女主角成年和微成年相爱的争议部分 金太黎表示他也认为这是需要小心处理的部分 在拍摄时演员和剧组都做了很多沟通和讨论 呈现出来的是每个人绞尽脑汁产生出的成果 但这样的说法还是有酸民不买单 还算演员在拍戏前果然什么都知道 不要再用不知情来开脱了 而戏剧播闭后许多关键字也都登上热搜 像是大家都好奇的 剧中金灵彩的爸爸到底是谁 之后网友挖出有一名儿童演员的IG上 更新了拍摄照片 表示在去年8月在幼稚园前拍摄的 小金灵彩戏份被剪掉了 照片中也可以看到一名爸爸牵着女儿的模样 可惜观众是无从得知到底是何方神圣了